Lay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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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熱衣遊戲天天開心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再次收看熱衣遊戲頻道 沒有錯 我們今天在玩我們的 黎明重現 對沒錯 黎明重現 差點給他忘記名字 那其實很多人都說 冷月為什麼你玩的這麼慢 到現在還在這裡 沒有錯啦 因為冷月呢 最近都在看一下說他的那個 一些攻略這樣子 就其實有在滑一下巴哈 跟爬一些吉他文 那後來發現 其實好像很多人都蠻推 我們上次說 費用太大不太靈活的那一隻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 大叔 利亞姆 麥克法登 後來我發現 其實講真的啦 他在前期還真的是有 非常重要的必要性 有他的那個盾 可以讓你打很多關卡 都變得非常簡單 沒有這個盾齁 打起來真的有時候很痛苦 然後像我們查理是先鋒 莉娜也是後衛 好不好 現在真的得費者帶一隻先鋒 然後其實我不知道說 這個遊戲會不會很重視奶媽捏 我其實有點糾結 如果有奶媽的話我覺得 好像會好一點點 OK訓練了 冷月就在等著訓練 那講真的啦 要玩大叔我覺得 一定要把那個所謂的技巧運用到好 就是費用的控制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講真的一次實費 非常痛啊 如果沒有把費用卡好的話 很容易不小心 就 卡費用 然後最後就守不住 就被爆推了 那我自己覺得 嗯沒有錯 對於曾經有玩過這種 要卡費用類型的遊戲來說 其實我覺得 嗯 對我來說我還是很有困難啦 結果實在還是不太擅長這種 算費用的遊戲 但我覺得 他真的有他的用處在 因為 如果你沒有他的話 很多關卡 我可能不小心就被 推掉了 消滅城門喪屍 哪裡還有城門喪屍 這裡有個 有個東西可以收 我們先把他收掉 我們先把他收掉 該不會收掉就給進去了 哦果然 咱們來打一下城門喪屍 新軍 略過 然後再來換這個 哎唷那邊有東西 有人在生活 是個避難所指揮官 這什麼 哦要打關卡通關會送東西啊 我覺得很糾結喔 我要帶奶媽嗎 感覺奶媽不是很重要耶 好啦 輸出就是最好的防禦 我們來試試看全帶攻擊手好了 不然奶媽就有三星我覺得有點差啊 詭異塗鴉 把他們小孩帶回來就有機會拿到他的 一堆的物資啊 肚子東西QQ的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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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ving keep moving 哦來了 這時候先把該駕的駕好 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先等一下 先把該駕的該檔的檔好 拿著人先不擠的放 這麼容易就爆塔了 這太容易爆塔了吧 這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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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容易爆塔了吧 這個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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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存實費啊存實費 他沒有易費的問題 我們就存實費就好 再補上 來 然後再來現在累積夠多上是一槍打下去 OK 來來來來 輕鬆愉快 看來奶媽還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啊 完成章節任務可以 營救了嗎 還沒啊 他在跟我開玩笑 打一下吧 欸不對我忘了換奶媽 哎呀 我傻了 就卡在這裡啊 然後我們的小手 哎呀 畫錯了 我現在還沒試過他的核彈雲 來吧 怪先巨龍一下 有人來支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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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他這12費的核彈員好不好用啊 他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我的12費呢 欸不是不是不是我的12費呢 欸不是我的12費到底是放了個什麼 放了個什麼心酸 啊這也不就還好沒有那個無敵的小妹子 啊我這我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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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12費打了個心酸啊 什麼都沒有啊 我決定我還是把他換成那個 啊讓我想克了 我覺得至少我覺得我應該會考慮克個手除啊 拿個那個 拿個那個妹子好了 我覺得我要拿小丑小丑啊 我想拿小丑啊 感覺小丑很強耶 我覺得我們其實可以考慮直接先拿了 呃我我好想要小丑 好對然後在這邊跟補充說明一下 其實這個遊戲的VIP他可以用鑽石去買 拿到VIP6可以免費開啟第二艦隊 所以通常玩這種遊戲呢 冷月我自己習慣是會先把VIP買上去 先衝上去這樣子 現在差多少 差大概1000 好等這樣鑽石存到再買 就冷月自己是習慣性會把我們的那個VIP先衝上去 因為衝上去之後講真的真的差很多 好那東西收一收 然後再來 營救一下我們的遊俠 再來可以領取獎勵 領取獎勵 領取獎勵 領取 領取獎勵 你還差兩針餒 佩吉異常 這個 我們的佩吉不會要成為傳說中的那個最強的王者了吧 冰藏手升到五級 沒有問題啦 升級 好 那我們再來打一下獅益好了 獅益探險 這邊有個調查 加急申請 領取 來 我們就 一樣 我們先把英雄升到11等 然後我自己覺得 他真的沒想像中的好用啊 他這12費是什麼 爆裂子彈 360點傷害 他呢 180點傷害 同時擊退 造成兩秒暈眩 我覺得他還比較好用 講真的 我突然間覺得我寧願帶那個奶媽 鷹眼有點 強度上有點 讓我覺得不明不白啊 成本上司 成本上司 虛 那我覺得不如換上我們的那個安吉拉 安吉拉先來好了 至少回個血啊 先把城池建築建好 先把城池建築建好 忘記安吉拉的技能是什麼了 讓他過來 開啟我們的那個能量炮 先給他等一下 先讓他往前衝一點 好 再來碰射一波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你該後退了該後退了 只要能扛住前面的壓力 後面都好說 先收 先收回來 等一下 費用 等一下 費用 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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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吧 原來先鋒打不到那個喔 只有後衛可以打到 喔 這樣看來要合理調配啊 哇 先鋒竟然沒辦法打天上的 第一次知道這種事情啊 我要嚇死我啊 可以蓋遣偵查敵營了 可以蓋遣偵查敵營了 衝啊 感覺他要上命了 大規模思潮出現 這感覺有點嗨呀 大規模思潮來了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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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略過喔 好啦 我們先把 一之三通關完好了 算了 不要啦 今天先玩到這裡吧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裡 主要讓大家稍微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 默 黎明重現 沒有錯 就是我們的黎明重現 那講真的啦 冷月正要更正一下 有這種東西喔 天賦點 喔 這有點像是那個 之前玩那個什麼 萬國覺醒那種東西啊 通常這種東西會專精在點一個地方啊 好 先這樣吧 然後技能升級 他什麼 普攻有概率治療 還有攻擊還回血呢 住房提升10%那個 啊 他們現在升個完備攻勢吧 換他 天賦 突擊部隊 沒關係 我們先把他升一升 好 那再來的話 我覺得就先稍等吧 等確定要練哪些角色之後 我再調後面的一些調配 現在先這樣子就好了 到這警察局這邊 可以免費收一次 衝出去 來個有用的 我要成將 又是安吉拉 免費搜尋 來 車開回來了 好 都是垃圾 沒有問題 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準備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點贊 訂閱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說的 歡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會 一一回覆你的 人類遊戲 天天開心 就讓我們 下一支影片 再見囉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